手游哭完 老爸 我回来了 怎么又哭成这样了 难道又发了考试卷了 不是的 宝宝只是心里委屈 既然不是考试的事 可以跟我说说 我可以安慰安慰你 跟我相处了五年的好朋友 变心了 气我而去了 我还以为是多大的事呢 这怎么可能是小事啊 五年啊 我能有几个五年 孩子 你要坦然接受事实 千万委屈 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事物 每时每刻都在变化 根本没什么东西 是可以永恒不变的 爸爸 你骗我 明明有东西是一直不会变的 那 那就是我的成绩啊 你也好意思说出口 劝说 喜欢 记得订阅哦 好해요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